麥克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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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學我們來看 這個 我們之前也遇到過 啊 共極極放大器 遠極水偶器 同學 在Bipolar是什麼水偶器 射几水偶器 那你可以看电路从这边进来 一样从哪里出去 Source出去 供几几就是滴 CD就是供几几 所以是从Source出去 请问这个电路具有什么样的优点 水偶器有什么样的优点 让输入的电压 等于输出的电压 水偶器的目的就是让输入输出的电压 几乎相等 所以它的争议对电压的争议多少 接近1 那接近1干嘛还要它呢 改变输入输出主抗 改变输入输出主抗 水偶器的目的就是这样 让你的进来的电压等于输出的电压 而改变输入跟输出之间的主抗 电路就长这样子 下面是一个数值 我把立体跟推导把它放在一起 DC分析 是一样的 假设它工作在饱和区 那第二个步骤就是计算 计算的第一个就是VG 那VG很简单 在这个点 因为IG的电流等于零 所以它的电压 事实上就是R1跟R2的分压 R1跟R2的分压 对谁的分压 对VDD的分压 也就是VDD对RG的贡献 就得到这个 VDD是12辅 所以算出来 VG就是8.89辅 这个没问题吧 那没问题 VS呢 VS事实上就是ID乘上RS VS也就是VO 就是VS VS就是ID ID乘上RS 等于VS ID乘上RS 等于VS 没问题 那VGS呢 VGS等于VG 减掉VS 那VG 我们已经知道 是8.89 那VS呢 就是IDRS 8.89 减掉IDRS 是0.75 K 那我这里 没有写K 你就要稍微注记一下 ID是miniA 所以K就不见了 注意一下 那我知道M工作在宝盒区 所以它的公式 ID等于KN 乘上VGS 减掉VTN平方 那我已经知道 那我已经知道VGS VGS等于这个值 所以我把VGS带进去 把VGS带进去 ID就等于4 是miniA 是miniA V平方 乘上VGS 就是等于8.89 减掉ID 减掉ID 0.7 减掉1.5 1.5就是VTN VTN就是1.5 然后平方 然后你把这个式子展开 就得到下面的式子 ID等于下面这个式子 那解方程式 解开来 ID会得到 这个跟这个值 那我把解开的数值 ID带回去 第一个式子 我就可以得到VGS 那VGS 第一个得到的是 负的0.245 那显然这个不符合 因为我的VGS 要带VTN 因为我的VGS 要带VTN 所以这个就不符合 就不符合 那第二个 7.97 带进去 得到2.913 这个 有没有带VTN 有VTN是1.5 所以他有他 所以这个就符合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 VGS 就等于2.913 ID就等于7.97 所以VDS呢 VDS事实上就是等于VDD VD减掉VS VDD减掉VS 那VDD12伏减掉 事实上你VS已经知道 就是2.9 那个 VS就是ID RS ID RS ID已经知道了 RS是0.75K 所以我得到的VDS VDS 就是6.023伏 第三个步骤证 验证 第一个 它大于2.9 2.913 也大于1.5 所以它OK 那VDS 6.023 大于它的饱和边界 1.413 所以它也是OK 所以DC分析 就分析完了 所有的点的电压 电流 我都知道了 OK 接着我们进入AC分析 事实上这个 都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 很类似 AC分析 第一个步骤 就是画它的等效电路 那等效电路 记住 独立电压源 短路 独立电流源 开路 还有 旁路电容 偶合电容 短路 旁路电容 偶合电容 短路 所以VDD 就短路 CC 也短路 所以VIRSI R1 并连R2 就是RTH 接着进来是VGS 它的Model 等效电路的Model 然后这里是一个RO 那上面的D短路 所以这里短路 同学要绘画 这里短路 那VS就是我们的VO VS就是我的VO 然后这一端RS下面就短路 这个等效电路 要绘画 可以吗 有没有问题